聖國中法英雷大師 四台三上師帥眾的親自一間 聖國中根本凡行上師 連聖國國上師 聖國國上師 一位大師 一位聖國中 聖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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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礼 表明和尚 沙迦正空上司 十六四大法華 阿瑪法 徒登大吉上司 敬礼 韩神三宝 各位 先要稱呼師母 師母 各位 上司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各位同盟 還有懷音 雷上司 林海上司 還有助詞 連聲法師 大家好 大家好 這是 我第二次 第二次來這個 法英雷上司 第二次 第二次 那麼 進到這裡面呢 就心聲翻嘴 因為 法英雷上司啊 就像好像是一個 照密合這個博物館一樣 到處都是 國相 而且到處都是 湯港 每一尊都是很莊嚴 啊 光色斗牛 光色斗牛 上一回我講過 上一回我講過 法英雷上司 他的所在地啊 就在 瑪麗 瑪麗花花 那麼 在過去 有一個 中心山莊 這叫 中心靈 中心山莊 是我 這個 測量 我一個人 來這裡 測量了 那時候還沒有 中心山莊 還沒有 經營 什麼都沒有 我一個人先過來 然後住在 那個工兵營 住在一個工兵營裡面 我做測量的工作 他們開發整個 中心山莊 這裡啊 原來是那個 臺灣有兩個機 其中有一個機 就是在中心山莊 那是很大的 一個經營 談到 我以前在這邊 做測量 那麼住在一段時間 就在中心裡住一段時間 那帶兩個 測量病 帶兩個測量病 我一個人 帶兩個測量病 談到這個 金鐘 金鐘的訓練 真的是很嚴格 我是在那個 車輪府 太平同修會那邊 股中心 那裡是 受訓 這個 四個月 受訓是 前八週 後八週 那時候的 教育班長 都是很嚴格 有一個 有一個笑話是這樣子 先跟大家講 當兵的笑話 那個教育班長非常嚴格 每一次這個軍人 他本身都有放假 一個禮拜有放假 一天 大家都能出去 都是 就是 那收假的時候啊 有假、以、鼎 三個人 比較晚回來 那教育班長很嚴格 他就問假 你為什麼 那麼晚回來 他說 他 找不到計程車 用走路的回來 班長就跟他講 好 那 華你明天啊 那個 跑一天的操場 走 走一天的操場 曬太陽 走一天的操場 那現在 好 那問你啦 你怎麼那麼晚回來 他說 他跟朋友看電視 忘掉時間 所以他就晚回來 教育班長 教育班長就講 好 那很簡單 那個 我拿一個電視給你看 裡面是那個 政戰教學 節目 你就給我看一天 看電視看一天 那第三個筆 他很高興 他說 班長 我先跟你講 我怎麼晚回來 我跟我的女朋友 在 在炒飯 這個炒飯這一句 是我從 我回來才學到 原來還有炒飯 他說他跟女朋友 在炒飯 他請問班長怎麼晃 這個班長一聽 哇 也不能 劃他炒飯一天 好啦好啦 你 你 你算啦 你 你不用劃 他當長想不出 如何劃他的方法 這是一個笑話 我們今天啊 聽說要灌頂這個 白肚 白肚 這一尊是 長壽三尊 先問大家 長壽三尊是哪三尊 立教的長壽三尊 長壽三尊 對啊 呃 那麼灌了這個頂啊 就長壽的加持戰 哦 長壽的加持戰 呃 修白肚母法 他本身可以習斋 他的主要 習斋 長壽 還有解除一切的 惡難 啊 還有這樣子的 很多的這個 感應在裡面 那麼白肚 他就是我的這個 智慧上司 會不會 董 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